沙地阿拉伯两处石油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之后 国际油价应声大涨 其中布伦特原油更一度飙涨18% 突破每桶70美元的价位 根据统计 袭击将造成全球石油产量减少5% 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授权 动用战略储备石油来稳定市场 全球第二大产油国沙地阿拉伯的两处石油设施 14号遭到无人机空袭 沙地每天的产油量因此大减超过一半 约570万桶 国际油价因此暴涨 布伦特原油一度涨破每桶70美元大关 涨幅高达18% 西德州的终极原油涨幅也超过10% 占上每桶61美元的高位 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宣布 授权在必要时动用战略储备石油 以维持市场稳定 他还放话美国有理由相信幕后黑手是谁 他更动言美国的炮弹已经上膛 准备采取反击行动 伊朗支持的野门胡塞武装早前宣称 袭击是他们所为 而美国目前认定袭击的幕后黑手就是伊朗 不过伊朗外交部已经否认这项指控 还暗示美国的军事资产在伊朗飞弹的射程范围内 分析师指出 这次袭击的规模超过1990年科威特事件 以及1979年伊斯兰革命造成的供应短缺 有可能是史上最严重的情况 而如此大规模的破坏非常罕见 过去数十年来都不曾发生 NTV7综合报道